比較好用 因為教徒這些打內比較沒什麼用 有沒有血距怪 全換 來全換沒什麼好多說 沒血距怪全換 來我跟你講更狠一點 反正一定要一費的 這隻不是一費 我跟你講左邊兩張三換掉 直接留找石頭加一 然後血距怪來 幸運比一加一遊戲結束 蛤 有沒有慢一點 只留萌獸 沒錯 就是要找一費的 來血距怪有沒有 只要長大 然後那個衝擊 啊完蛋 啊 要敗 神通這個手牌也還可以啊 也還行 還可以 看有沒有魔藥衝擊鬼姐 對 但完蛋 上面要怎麼辦 會一加一嗎 一定 不然被武器砍掉 好像一秒欸 一秒一加一 一秒一加一 你怕怕 找著頭更好啊 來二三解不解掉 來解不掉就再也解不掉了 神通聽說你很屌是不是 來Party time 血距怪 血距怪厲害 這邊只有一招能解 就是武器砍一刀 腳裝沒事 沒有武器砍一下 裝沒事啊 那下回再砍掉嗎 下回再砍 貼一個狗餅乾了啦 又有狗餅乾 怎麼可能右手 有嗎 真假 這是你的檔次嗎 硬戳 啊 啊 狗餅乾來了 沒關係這邊右手光束還可以 右手 啊沒有光束就沒有啦 右手摸眼光束 摸眼光束 這就是你的檔次嗎 Gabby 啊 啊 有招有招 什麼招 硬戳 沒有 戳下去換牌進去 光束 不行啦 相信自己不然我 都沒辦法 沒有他剛瞄了他剛瞄了 箭頭 箭頭瞄過去了 來了來了相信自己 沒有去瞄頭 我不可能那麼衰啦 來光束沒有瞄頭 來投降 啊 這張還可以 再擋一下 你來跟我換我再戳一次 來 不可能啊 沒啦 不要再貼了 啊 不會吧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招 像下一個陷器光環也是炸掉 也是炸掉 炸掉陷器光環炸的掉 炸的掉 你貼你的隨便你對不對 你繼續貼啊 老子陷器光環解掉 陷器光環好像銀書好 任務個人沒解 還沒 光環 這邊不能再臉貼 然後摸眼光束頭要破了 啊 啊 來了啦 看來 Gabby還是太年輕了 我只能說 神童雖然是神童 但你終究是個神童啊 神童也是人啊 血跡怪第二隻 這邊幾滴 這邊 穿透自己了吧 五滴 穿透自己 啊剩兩滴 救命啊 啊 啊 太狠 真的太狠 我就跟你說血跡怪很強 怎麼這麼無情啊 無情 2比0 太狠 真的太狠 沒辦法這真的解不掉 這狗骨頭太關鍵了 真的太關鍵了 右手狗骨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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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這邊光束也沒救了欸 啊 沒了 恭喜你啊 生小寶寶囉 來囉 蛙 丸突 水突 1 2比0 2比0 嗚呼 你生童 我雞童 完啦 Posessi笑了 爽啊 是啊 狗骨頭 剩下一套是哪一套 Posessi只剩下他的 賊了對吧 剩下他的賊了 沒錯 他的賊要打 Gabi的那個DH賊 然後還有那個 術士 貓頭因素 來 Gabi 拿出來 貓頭因素嗎 拿出來 術士該拿出來了 三套都拿出來輸一遍 都沒看到你玩怎樣 對啊 而且他是最早玩的 因為他是 最早那個新卡 獄主實況 就在玩貓頭因素 對啊 最早玩這一 他當時還有在那個 推特說 因為他怕 因為世界賽嘛 嗯 只有我一個人先玩 是不是不公平 然後他說 我跟大家保證我一定玩廢牌 貓頭因素怎麼帶的啊 對不對